再来看到今年的中华职棒共有五场的例行赛事遗师到了花莲举办 而其中8月12号以及13号是由中信兄弟对上统一师进行两连战 那么紧接着再由富邦汉将以及统一师来进行三连战 那么五场呢皆由统一师为了花莲县的球迷为主场球队 并邀请了另外两支球队到花莲来进行组合对战 所以从8月12日一直到16日热血的棒球周精彩绝伦 乡亲们球迷千万别错过 2020中华职棒入行赛号联在7号在县立棒球场举行记者会 现在学生会在教育处带领处长由中国培隆之下进行主持 中华职棒部署长冯顺贤 同一师球星罗国龙先演第五十一代 李舒旺 徐职棒 吴建志 杨华美 郑旺和你改造田银新 欢迎国中棒球队进到场攻上胜举 全民运在花莲我们大家一起来加油 而今天我们为了中华职棒 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知道 我们到底有哪一些球队聊到花莲比赛 从去年开始我们每一支球队 中华职棒的四队球队都会在花莲开打 而每一场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在这几年我们不断的将我们的球场的设施设备 来不断的提升精进 虽然花莲是一个重现 但是对于我们的体育的场馆 我们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现在徐州一层次邀请民众在8月12号到16号前往德新棒球场为中华职棒加油 期望全国的朋友能够来到花莲感受到花莲的人文风情 进而爱上花莲 记得继续华职老